大家好 2018广州车展 近几年你会发现 宝马的M套件变得越来越苦极 比如说国产的3系5系 以及我这个X3 从最低配开始 已经标配了M套件 并且伴随着国内的消费升级 更多的年轻人开始愿意选择宝马 这样的豪华品牌 而我身旁本期车展新亮相的 宝马1系三箱M运动版 是目前宝马在国产车型中 提供M运动套件最清明的车型 并且也是宝马首次向国产的紧凑型车 提供M运动套件 确实宝马现在越来越关注年轻人的喜好 以及他们的声音 首先我们来看前脸 M运动套件上升之后的1系 整个前脸的辨识度还是非常的高 这下面的套件 让这个车的视觉冲击力很强 你看这边 三角形的进气格栅 代替了普通车型上的雾灯的这个位置 而这边的大灯仍然是全LED光源 侧面非常明显能看出 这是M运动套件上才有的轮圈 事实上国产1系的M运动版 有17寸和18寸两种轮圈 而这台120i用的就是非常好看的 18英寸的M的轮圈 并且在前椅子版上能清楚的看到 M的小logo也来展示了它的身份 所以这个轮圈搭配1系这个侧面的造型 看起来真的是相当的运动 车尾啊亮点很多 这个M套件才有的后包围 看起来就很嚣张 第一它是壮色的设计 第二这边还有你看装饰性的这个围绕扭板 这个运动性确实烘托的很不错 第二120是双出的排气 并且这个镀铬的排气孔啊特别的大 所以这个运动感营造的也是很到位 所以啊整个新的宝马1系三箱M运动版 在外观上看起来非常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 运动感真的是很足够 然后内饰整体的布局和普通的1系三箱版区别不大 最大的变化是换装了这个M运动的方向盘 宝马M的方向盘在业界是有口皆碑的 手感非常的完美啊 这个皮质也很舒服 就冲这个方向盘你买这台车就不会错 前面酷黑的仪表盘呢也增加了整车的运动氛围 剩下的布局以及后座 包括后座的空间和普通1系三箱版没有什么区别 而动力方面 目前1系三箱版120i使用的是2.0T的B48发动机 匹配的是8AT 而120i用的是1.5T的B38发动机使用6AT 一个小的总结 这台新宝马1系三箱M运动榜 我觉得最大的意义是 进一步下放了宝马M套件的入门门槛 而我看过时车之后 比较深刻的三个印象是 第一车头的前包围挑战 车尾的后包围非常的嚣张 再加上它还有很经典的宝马M的方向盘 让这一台最清明的大M套件的宝马 显得迈向十足